究竟港交所是否完全没有任何的出发 才能够完全弹不起呢 下星期三第一季的业绩公布 会否可以帮到手呢 当然大家都觉得业绩不会漂亮 因为二、三月份虽然港股可以连弹两个月 但第一季的IPO真的很硬 只有47亿 全球排名等到第十 第一季大股成交金额平均一千亿都没有 只剩989亿 所以大家都对他第一季业绩没什么憧憬 但预期第一季顺利跌超过两成 如果你看大摩的预测 他就说预料第一季港交所收入和顺利 按年跌11%和17% 至于那个逆均成交都要跌两成二 淨投资收益也预料会按年跌两成二 所有东西都跌跌跌的 那真的是置放这么低迷 Casper 其实你对港交所 其实是否业绩都没有什么寄望 那没有什么寄望是肯定的 那其实股价都反映了很多 其实那个趋势都告诉你 其实大家预了都是差 那为什么呢 那先说第一样东西 就是永远看港交所的业绩是没什么用的 因为你每天都在开业绩的了 其实你无论是LME的金属交易所也好 还是你香港的成交IPO 那大家计算到数的嘛 那你就承搬无利率扣成本多少 所以你其实要计港交所的数是绝对不难的 所以每天都在开业绩的情况下 那就是侧面告诉你 就是其实那份业绩报告 就只不过公布的实数而已 但是实际上对股价的影响是很低的 那所以你会发觉每次港交所开业绩 其实股价没什么怎么动的 反而就是你的成交啊 前景啊那样就会慢慢跟着自己的趋势去走 那我们也都刚刚说了 就是其实你已经见到的成交 就是普遍都低迷了 就是都是千多亿 那很少见到二字头的了 那可能是你望回第一季度 甚至就是长期都是八九百亿 这样上上落落的而已 那然后那些IPO的项目 你都会见到最近上了那些股票 都很小小的 炒味又很浓 那你都很难见到有些很大型的独角售 或者是一些很大的IPO 那就来香港上市了 那所以那集资额又低的情况下 那港交所份业绩都应该是会相对悲观的 那但是你说跌到现在这个位 或者这个这样的趋势 就部分已经反映了在这个价格上的 嗯好 那港股其实呢 由2024年开始 其实都没扭转过那个跌势的 那市场其实就没什么大跌了 如果你只是看那些裁员消息 都感受到那种严峻的情况是吧 去年以来那些大行裁员消息没停过的 过去两天其实彭博都继续有类似的报道 类似的消息的 先有汇控 说旗下的亚洲投行部门 星期二开始 新一轮财员 财十几名Banker 今天彭博再报道 说大摩都计划在内地和香港 进行几年年最大规模的财员 在亚太区财减50个投行的职位 这个就占亚太区银行交数目 大约一成三 当中四十人是来自内地和香港的 不单止这两间之前美金税 摩通这些都说财减亚洲区的Banker 那有些业内人士还说 其实香港通街都是失业的Banker Casper 如果我们用这个裁员消息的角度 去分析的 是不是都側面反映香港那个金融市场 真是极之低迷 所以港交所 即将来都很难有运行 我想其实都应该会维持这个状态一段时间 即是你说那帮投行上面那帮Banker 那帮大帝 其实很多都真是 即不是星球人的月球人 即是那些意思 大家明白了 他的份量都很几封后下的 那所以你的市好就说 那你的市现在这么惡努的情况下 那你还仰一大堆星球月球人在那 那其实你对业务方面 那个成本压力就非常大的 那所以你会见到 其实很多的投资银行也好 普通银行 零售银行也好 那其实金融业就炒了很多日 那我想这个趋势都应该会持续下去 那除非就是说突然间有些资金 可能在美国方面会不会重新开放 就是金融方面的封锁 就是中美的关系会不会缩和一些 那这些东西才会对香港市场有些 就是大一点的帮助 那否则的话 其实那些A股或者是那些 可能在美股回流回香港上市那些 那些都上得七七八八的了 那要跌那些就跌了 但是现在这样的估值 大家又不想拿出去上市的 那所以呢 你说要再去找很多那些ECM DCM那些交易回来做呢 那我想这段时间就真的比较辛苦